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新一年第一次见到大家 见到Kenny已经坐在我旁边 Kenny新年进步 新年快上升 今天也上升 还不够快 去年年底开始 整个市场气氛都一直推上升 到今天我们亚太区股市表现真的很好 很英俊 恒指很英俊 很多板块都炒到上来 有些时候大家觉得 原来我去年年底下车 现在都不知道如何重新部署自己的组合里面 应该有什么股票 对了 今天立刻想 第一天立刻看怎么部署 我们差不多半个小时的节目 就和大家拆解 究竟我们的钱应该如何放在不同的栏目上 好 我想最大的主题也是 首先人们都会由去年 带到去今年的新旧新旧 新旧新旧新旧 像你那个麦兜一样 是不是 究竟是买新还是买旧 买新还是买旧 今天看到气氛 有些个别的新经济股炒上来 不知道是不是炒落后 但是旧经济股又有一些 内需为主的 就咬着不放不放不断上升 其实现在我们今天的主题 还是这样分新旧新旧 稍后会和大家再解释一下 首先方向都是这样的 新旧也要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新旧始终新旧经济股 是两种不同投资哲学的东西 可以说是去到今年来说 八字真言先 立刻给个八字真言 按爆金据 那些观众先 今年那个主旋律 相关齐下 买旧 捞新的 新要捞的 即是说我们要有些选择性 旧基本上买 但是刚才说过 哲学有些不同 不过一会再和大家说 除了新旧之外 还有一条水 都要特别留意 由今年 其实在去年年底开始 很明显 这条水其实很帮助我们 接下来 如何在股市寻补 很厉害 稍后要和大家说 因为我们做足功课 给大家看 掃除所有股份 有图的真相 我们最喜欢 如果我们由 例如增长股 和价值股 整个主题开始 其实去年我们也请了你上来 经历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是贪心忘疚 贪心忘疚 但是现在就开始有少计充 你会如何形容两者的变化 其实去年来说 是对的 贪心忘疚 其实如果大家看回这个图 都很清晰的 我简单用 就是用中国的增长股 增长股 即是新经济股 和价值股 即是一些旧经济股 一看图看到 红色的新经济股 严重跑赢 是旧经济股 所以其实行了大半年 大家拿着旧经济股 都没有人 等到睡着了 所以要迫着贪心忘疚 忘记舊东西 不过去年 有一个转折位 转折位在哪里呢 就在11月 Dabby 11月 世界发生什么事呢 疫苗 对啊 其实疫苗面势 这件事很重要 当我们看回 现在画面这个图 很清晰就是 疫苗一出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一出那天 股市是跌的 而且是跌着跌的 跌新经济股 但另一方面 旧经济股 就突然升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 是的 想法就是说 疫苗出来 即是说 真正实体经济 有机会真是 见底了 可以有机会 在2021年复苏 所以这些钱 马上赢了很多的 新经济的办法 马上买回一些旧经济 所以大家看 现在画面这个图 你看到 那个相对走势就是 去到11月的时候 你见条线突然跌下来 即是新经济突然跑输了 没错了 在我们说中港的新旧经济股 那个情况是特别明显的 但是反而看回美国 美国我们经常说的 是一个世界龙头来的 所有东西都跟着它走 在美国那边 就很快你见到 新经济 pick up 看什么 看纳指很清晰 还在顶上 没错了 差不多13000点 很清晰 但是这个也预示给我们看 当美国的走势是这样 我们这边中港 应该很快迟一些 新经济股都好似美国那边 很快会追回 旧经济的一个表现 但是新经济最近 怎样都要插口问多一句 因为你现在不只是 说盈利货合增长 是否继续可以抗胀 因为首先你新经济股的 估值整体拉条线 都已经相当贵了 是否很怕张 现在又要加上监管风险 不只是欧洲美国 还有中国 其实对这些大型科网股的监管 就很明显升温 在投资界 其实已经不知 如何去将这些 risk premium 计算进去 未来的形象互测度 其实我们是如何拿捏这件事 首先新经济股 亦都可以说是一些增长股 在金融学上 我又不说得太深 简单说 当于资金成本 即利息等等 或者一些流动性 很多的时间 一些增长的股值 可以推到很高 高度可以说是一个双位数 甚至高双位数的市场率 等等是支持到的 这个情况只会发生 在资金成本很低很低的情况 即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所以大家现在在画面 你看到就是说 现在我们在说 中国的增长股的市盈率 其实都挺夸张的 现在我们在说 未来的2021年 那个市盈率是29倍 比以往来说 即是20倍 21倍 其实已经高很多 但是仍然肯上 所以其实观众 真的要记住一件事 海啸之后 其实资金成本是低了 今次在疫情之后 就更加低 而且都很清晰 好像我们汇丰 现在都看 在2023年底之前 美国都不会加息 真的吗 是的 所以这几年市场都预计了 超低息的情况 是一直持续 持续很多年 所以很放心 将一些增长股的股值 一直推到很高 所以我现在还跟以往比较 没有意思的 二千年科目股已经没有 已经是一个新常态 一个新的測量 完全是不同了 你不可以用回以前的比较 所以我以往 例如我看市的市盈率 贵不贵呢 我以前用十年平均 最近我已经用五年平均 我看到我发觉 五年平均也不太好 因为世界上变得不同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 把投资思维 要自己調整一下 去迎合整个情况才行 所以他简单说 我们今年看新经济股 真的要放开怀抱 要去看看那个股值 要记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股值真的可以推到很高 对吧 像你所说 其实低息环境 造就了很多不同的风险资产 其实有很多人都说 科目股某程度上 虽然它能给到盈利 但是它也是一个比较 high beta的一个板块 接近这一年 我们好像完全看不到 大市有任何风险 暂时会出的时候 资金链的流向上面 都是在追逐一些 不同的高风险资产 是否可以这样 比如比较3D形式 去摸市场的口味 就找一些 比如高风险的另类资产 其实它都还在上 某程度上代表 科目股其实都是属于那个类型 就应该还有钱追 可以这样想吗 可以这样想 你这样说 我突然想起 这期大家所说的 一些很高风险的资产是什么呢 你知道我说什么 比特币 比特币 首先当然 比特币老实说 我自己没有一个特别 说是什么目标的看法 老实说真的很难搞 但是其实比特币 其实可以说是一种概念性的 一种风险投资 我们看看画面这个图 其实都很清晰就是 这个比特币过去的走势就是 我们去到16年 过去5年的走势就是 发觉当利息的成本低 就是看那个债息 10年债息 债息做了一个比较 你发觉债息跌的时候 就是那个成本低 比特币的走势就向上 很明显 2019那转很明显 基本上可以低到这样 再加上是要长期化 所以你看到 比特币的价钱 基本上就是 将一些股市 风险投资之余 先找一些甜品吃一下 那就下去 如果这样的角度看 其实有些人说 比特币多少十万呢 老实说 都不是梦的 我不敢说会不到 因为好笑的 比特币你说的估值是多少呢 没人知道 反而你说有些新经济股 估值你说不定PE 你可以说 price to sell 就是市销率都可以 但是去到比特币 说都没得说 但是这个也是 从这个例子 Debbie提到的 真的很好 就是 给观众一个概念就是说 当资金成本低到 这么离谱的时间 很多东西 你不要说股票贵 原来可以的资金 去追逐一些 根本你计不了股值的东西 还可以 每天上升 那参与起来 股票 如果你说双位数PE 又算是什么呢 之前有个出名的 对中基金经理 Ray Dalio 桥水最大奸的老板 是 都有机会觉得 今年市盈率 去到50倍 他都不会觉得夸张 都对的 就是其实 你那个说法 其实挺相近 所以叫大家 不要估顶了 看气氛去做 有时你说 看气氛 刚才我们就给了一个例子 例如是Bitcoin 去摸索风险位纳的其中一个指标 另一边 你刚才一开始节目的时候 就已经卖了一个关子 就是说要看一条水 一条水 那条水是什么呢 怎样帮我们摸 好 接下来要拿些股份 这条水呢 就简单说 很近的这条水 很近的 北水 北水 也就是说港股通 在国内来买香港股票 简称北水 为什么现在来说 我们要看北水呢 首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原来不经不觉 其实港股通一直开始 一直有买 但是原来在2020年应该是说的 那个买 正买入那个数量多了很多 那我们看一下画面这个图 那我们在说19年 我说的是正买入 不是只是说成交 就是买减了 买减了出的 这样出的 19年 我们都在说 整年来算 2000多亿 但是想不到2020年 飙升到6700亿流上 多了1.7倍 很紧要 而且我也有做过一些分析 就是这次买 买的情况 买的股份 跟以往好不同 以往考虑你 以前的北水 通常是买什么股 很大只的大蓝筹 以前是平保 腾宋 其实买这些都不是 真的看好股票的前景 很多时候做一个对冲等等 AX的差价等等 但是去年来算 我发觉买的情况 很不同 原来买的范畴 很广泛 新又有 旧经济又有 大又有 小又有 中营股都有 中营股都有 反而以往买开的那些 大只那些内银内险 碰都不碰 稍后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Kenny就帮我们 立即篩了这些股份 立即做这些功课 我们只是计算一个月 其实都很明显 12月1日至12月28日 究竟头十大 长仓增加最多的股份是什么 其实很吻合 小米 去年是蓝筹升幅第二位 第一位是药明生物 你做到雷先生说的目标 做到了 很开心 是啊 上市的 double 那我们再看一看 其实你说得对的 例如有些是长期 讲的是电动遮概念 全部都升得多的 这里其实首先 大家如果看一看 这头那十大 都好像刚才我说的 全部基本上 是很分散的 并不是追逐 以前所谓的大南走 以前跟大南走 很老实说 我试过做那些分析之后 后面我都放下了 我发觉那个预视性 没什么太大作用 但是反而这次 我看它这样的买法 还有刚才说过 2020年那个淨买入 比以往 19年 多了1.7倍 水额是多了这么多 这就真的有意思了 还有我最近发现 它真的有预视性 就是说他们买下去的股份 确实的表现 在中线来说 是非常亮丽的 是的 我想如果大家最近有股票机按一下 就知道有些声道哗哗的声 就是说声幅每日是一成一成的 可以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画面上都有 所以大家大概知道概念是怎样的 譬如沿海国际这些内需股 没错 斯摩尔这些烟仔股 这些顺达生物 其实你数下 你可不可以看到有少少危端 就是说这些股 其实你发现 就是 其实有些是来到一些品牌 或者是来到一些新经济 就是其实 在内地是喜欢这些品牌 或者是喜欢这些品牌 不过A股又没得买 所以过来买 所以就在香港这边买 用北水这边买 以往就没有那么多这些 那么喜欢的板块 我现在告诉我 我看到头十大 其实我有个想法就是 其实我们都不只应该看头十 看远一点 应该看远一点 为什么呢 其实这里 这个表我们讲的就是 整个12月 他们买的情况也做得很好 其实我们都想 所谓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北水去做呢 追落口 既然它头十只买了那么多 其实我都应该关注 之后那些 第十一 就是会不会推上来 是的 那个冲击更加重要 所以其实我都会做个表 看完十一至二十位 我又看多一点 就是除了头十只买了 都买了上去 或者成交也很多 我看跟着那些又会是怎么样呢 会像样 你今天看有些 有些什么 你看到头的 就是跟着那十一 打下去 那些 同胜 港交所 一直都比较强 禁锋也强 这个是说电池 这个其实是强的 但是也一直买上来 当然我们有些吉利 另外 还有一些物管股 落后了 那些都是的 芯片也比较好 不过今天就跌一些 但是之前那一刻 来举个例子 20位的华雄 你跟他买 其实过去一个月 都做得挺好 那Candida有没有准执 因为你肯定里面 也有一些是不跟的 例如中海油那些 那怎么买 其实它都是跌 买也伏的 例如美团 也都有可能偶然有些坏消息 那它也跌得比较急 那其实你现在排在 就是 第十七位 就是这样计算的 那它的股票变化期 当中都是跌十的 就是有没有说 譬如看着那些资金流 譬如多少日 持续买入 其实我们才把它 放入我们的radar 因为以前我有时 真的看一两天 看到它的资金很多 那之后我跟 其实都是伏的 问得好 这个可能观众都看到了 咦 我就看12月 整个月的情况 可能问 Kennie 为什么你选择12月或选一个月呢 我都不知道 其实都是做一个试验 就是大概看一下 很简单 首先如果你研究 北水的流向买股呢 第一件事你不可以 只看两天的 因为它确实 看它是不是真的 形成一个趋势 一直会买 那要看长一些 但是看多长呢 一个星期够不够 一个星期就还是短了一点 我会这样想法先 如果整个月我都看到它 那我就配合股价的情况看 那我可以比较确认到 它真的是一个 相对比较中线肯去买的 但刚才Debbie问的问题就说 咦 其实都不是全部升的 有些都是跌了 那如果你将那个跌 或者你除了灾 一个月之外 你做一个比较短一点的 一个我们叫做screening 例如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那你再看看 咦 有没有那些股呢 咦 流出 或者那个买的力度有点不太好 那我对比 其实好像刚才是外卖债 咦 其实原来早两个我发现 都是最近那一两个星期 是有流出的 那我再拍摄 那我们又再多一些想法 哦 原来短线可能获下利 那这个也帮到我们去看 也是 因为我都立刻查 譬如你第十一位腾讯 那我就查过去五天 当然你刚刚都跟我说 五天可能未必够 但其实过去五天 譬如腾讯的资金准流入 是差不多七十亿的 是 持续日日买的 这一类就会开始 李沐神也有买的 好像 李沐神也有买的 李沐神也有买的 是 几天天天天天天博 几天天天博 是 几天天天博 是 它要留意着这些趋势 如果我们再做Mondy 之前的港股通 走钱走得很重要的那些 那我们是不是就離棄它 还是其实我们都可以 放进自己的radar 会不会跌到差不多位 其实我们可以执载 不過這樣說 首先溫馨提示 我們做這個北水的分析 都是一個投資的參考 不是說 他說買一定是贏 升降 他說沽一定是跌降 不代表什麼 就是背後還有很多因素 作為一個參考 剛才你提的 我亦都會發現到 舉個例子 如果你說減少得最多的 我看一下這個表 我看到了 頭的有耐銀 國際人學股 其實你也看到一個中短期趨勢 就是相對來說 其實都不是特別喜愛這些股份 這個也可以做一個參考 我們看看有沒有哪些股 是它會流出的 但剛才你也有提及過 有一兩種很有趣的就是 頭那十大 發覺有中海油才算 其實這些我又會發現 很多時候你說北水買這些股 它不是代表它特別是中線 很喜歡這些股 只不過在短期 它的股價是急跌得很厲害 大家可能記得了 就是中海油 曾經在12月 喂 有些新聞 又說要黑名單 白名單 好像今天也看到的 今天也有些要除牌 電信股要除牌 反而又看到有些北水 叫做趁低 趙納納納 但可能是一個很短線 所以其實大家都要 就是看那個表之餘 都要有些少許分析 用一種腦筋 看看怎樣去把這些資訊 一起幫我們做這些投資 不過有時我們看到 譬如我們中工去年 譬如下半年開始 其實環球股市推上了 但我們港股都升了一層之後 就比起環球股市落後 但有很多股份就是 像你所說的 疫苗消息出了之後 其實是炒上來的 但全年計 都是屬於我們經常都會說的 叫做九股板塊 落後到不得了 但又有腰 以前的人覺得它是相對穩陣的 但其實他們 我們都可以看看 九股的表現 究竟會不會給大家多一點 究竟來年 即是新一年 其實這些有哪些 是可以放入倉 駁一個概念 這個也是怎樣我講 今年那個股市的主旋律 買舊撈身 舊的基本上很多時候 大致上來說 買都買得了 都不用怎樣選 我看一下這個 舊經濟版法 現在講一些 九股 九經濟 見到都不想看 見到都不想看 看來排第首位的 就是一些 電信股 內地的電信股 另外都是有一些 銀行 地產 其實主要就是跟經濟 那個方面 實體經濟方面有關聯 那些比較多些 剛才有提及過 就是我們其實都見到一個 去年一個轉折點 大約在11月左右 就是那個 人民變勢 也都令到人醒覺 其實都看經濟都不可以太淡了 今年某個時候 都應該說經濟可以摸到底 會復甦 那麼復甦怎麼都要買舊經濟 還有計算死數 三得個三 六得個六 咦 發覺舊經濟股很多 例如那個股息率也好 一般老人來說 很多時候都不六厘 那麼地產股講 資產折讓也好 那又是海嘯後 海嘯後的低位接近 只不過是沒有短期的一些 所謂催化劑 那你變成買舊經濟呢 其實我剛才開始有講過那個 買新舊經濟股的投資哲學 是兩個不同的資哲學 舊經濟股要記住就是說 接下來你不要想太多增長 今年叫盈利復甦好了 但是接下來好像新經濟股那些增長 多少十個巴仙呢 不會的 但是這個好在就是股值夠便宜 息率夠高 就是說你可以買了 不用怎樣去打理它 去整天按著機去看著它 放在一邊收下息 還有希望今年有個所謂叫股值的收復 就是將以往可能平均的股值在這裏 現在跌到這麼低 希望它收復回 但是你不要寄望它可以上這麼高 那種 或者傳承給大寶二寶 留給它去收息 就是那種想法 都可以的 是可以的 我剛才提及過 如果舊經濟的板塊 所謂舊板塊去年那些 息率高 股值低 嚴重跑輸的市 主力都是跟實體經濟有關聯度的 香港來計其實只有兩方是大的 地產 地產銀行是兩方的 那內地主要都是內銀 內房都是跑輸的 但是我有一點點提示 其實今年 這個算是一些小的板塊 大家可以看一下公路股 在內地的公路股 因為其實內地公路股很清晰地 是跟經濟有關聯的 去年停了一輪 沒有錢收 但是其實最近有個別公路股 也都出了一些數字 多亮麗 是啊 十一十二月 那個車的流量 增長的是雙位數字 其實那些東西正在回來了 還有我發現很多 有現金流 有現金流 二一二二一路下去 八至十厘的流量 變成我們會看成這個公路股 一個黑馬 如果你說 不是說好像這麼悶的 有些收復加起來 有增長的股息很高 可以追求一下公路股 都是一個內需的板塊 好啊 九股的板塊是折升 也不算太久 其實去年就很 去年很久 很多人都貪息 是坐了一些 如果看升級板塊 即是去年升得很厲害 那些有沒有要篩走的 去年升得多 今年要篩走 也很坦白說 還未見到 去年升得多 其實很容易數 去到年底的 升得多 再生能源 例如太陽能等等 這個是多的 我會看成這樣 首先再生能源 加上電動車 今年真的要盯著 要留意要看的 可以說這兩個板塊 都是來跟國賊關 各位觀眾要特別留意 接下來十四五 應該會有十四五的規劃 現在市民都很相信 在這個規劃裏面 應該對於再生能源 這兩個東西 一定是加持的 沒錯 會是加持的 所以為什麼這期 會是這麼厲害的 在香港這邊 也很老整 電動車 其實不是說 好像在美國 買得正 但是反而有個別部分 是它可能在做另一件事 好像做開電池 原來它又在搞電動車這些 或者做了傳統的車 它現在在看照片 做電動車 剛才我們看過 頭的北水賣第二位 有些藍籌在裡面 長城汽車 舉個例子 也是屬於這一種 所以如果你看這一種 北水加持 或者接下來這些規劃股 可以想闊一點 未必一定要只駕駛電動車 周邊都可以 好像剛才說起鋰電池 竟然也是 爆發性 這一類的 另外就是傳統的 電商 或者軟田 醫療 或者手機這些 很多新物一定是 而剛才你提及的 醫療或者新物科技 其實一定都是要看 因為現在北水可以買得了 還有就是 這個板塊過去的三個多月 都有幾深的調整 反而是好事 調整之後 現在北水可以買得了 開始分辨到哪些 因為很多種 哪些其實業績真的交到 我們變成篩選之後 今年這個板塊都要看 順便要加上 有個板塊都調整得多 也是增長的物管 又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這個就 很忙啊 股分太多了 即是我的錢太少了 但是市場的錢很多 是啊 我聽你說了這麼久的選股策略 即是去年升得多了 有些又不可以 有些九股板塊又要買 其實你應該挺看好 過後市的 所以不是說 今年的主旋 就是買夠流生 即是兩範都要看的 還有如果我們看回 現在畫面這個圖 其實也很清楚 不是說只是我們中港股市 是這樣的 原來去年的年中 其實那些錢應該看到 中國應該是第一個復甦 開始滲下滲下買 那些水開始是流入中港股市那裡的 但是一去到那個疫苗一出來 就很重要了 大家看到那些線全部走上去 即是說那些錢是 慢慢升 流到哪裏呢 美股也有 亞洲股主要買日本股也有 那麼中港股不用說了 一定是流了進去 所以我看到這個水的狀況 沒有停過 只有是繼續加下去 所以為什麼今年這個股市 或者加上其他風險資產要看好 不過 自己做了30年股票的經驗都是 當大家 現在我不敢說完全一面倒是看好股市 但基本上我看回不同的大行 或者不同的分析員 說2021年的股市怎麼想看 看好看好 可以升一下 基本上和大家說的原因都是一樣 沒有風險因素嗎 我想說 就是有 就是想說這個 現在最大的風險是什麼呢 就是少人說風險 這個就是最大的風險 現在藉口是什麼呢 升得多 其實升得多已經是說了 如果你說升得多那個藉口 其實去年曾經在9月出現過 但結果都是再升 簡單說我會看到整個風險就是 現在大家是放得挺鬆的 對於那個市會再升 那個經驗就是好像17年尾那樣 大家看著100年會升 誰知道去到180的2月 突然出了一顆通脹的數字 比預期高些 大家立即心肝碰碰的 就要死了 怕加息 怕加息呢 市立即插得很厲害 還要跌了3、4個月 那我會看到 你問我有什麼因素會令到市跌呢 其實一定講不出給你聽 如果現在能夠講得到 那因素令到市跌呢 那個一定不是 往往一定是一些 你之前想不到的 沒那麼正面的東西 出來觸發了一個回調的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通常現在大家都一面倒看好 三眼點什麼什麼 在這幾個月之內很有機會出現一個 相對比較深度的回調 但是呢 這是一個回調 你的眼鏡深度是多長的 10至20%的深度 我講不到真是很老實講 不是爛貓想說跌多少 因為現在你看過指數的組合 是恆生指數有七成都是舊經濟股的 我會預期如果這個回調 主力會是新經濟股的一個回調 但是反過來 你可能沽新經濟股的東西 那些錢又去留一些 買一些舊經濟 又落到指數 那麼我們恆生指數比較傾盈一點 所以我就唯有拉貓一點 我講不到跌幅 但是我會預期那個調整主力 在新經濟那裏會是多一點的 大家要留意著 還有不同的消息面 如果未買夠貨的話 原來都還有一個調整的機會 大家都還可以上車 沒錯 溫馨的提示就是 新經濟股經歷過去年的升市 大家一定要真的很貼事很貼事 你要很清楚 他接下來的業務是怎樣 市場期望是怎樣 因為你出的那個數字很帥 原來都是低於市場期望 這樣都可以跌得多 來舉個例子 最近阿里系 走一些監管的問題出來 你看到一旦出了這些 那些人就不玩了 因為新經濟股太多 我玩了幾隻 沒問題啦 玩了其他先 所以一旦它一個負面因素成不成了 它可以跌幾個月 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這件事 好啦 今天有波動最好 其實都經常這樣坐門 可以撒塌 多些緊貼著我們的節目就知道了 沒錯啦 謝謝Kenny 希望幫到大家去做選股策略 節目時間差不多 好啦 下個禮拜先見